一张图掌握英语九大词性 名词表示事物的名称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事物的名称就是苹果 所以苹果Apple就是一个名词 形容词是用来修饰名词的 相当于什么什么的 比如说什么样的苹果 大大的苹果 那么Big就是一个形容词 动词表示动作干什么 他吃苹果 那么吃It就是一个动词 副词相当于怎么样的等等 比如说他慢慢的吃苹果 那么慢慢的就是一个副词 Slowly 数词表示数量或者是顺序 有几个苹果呢 有四个苹果 那么四复就是一个数词 代词是事物的替代 这四个苹果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替代 他们是红色的 那么they就是一个代词 贯词有三个 a n the放在名词的前面 借词表示方位等等 苹果在哪里呢 在桌子上 所以在什么什么上面 我们用an an就是一个借词 连词表示连接 比如说这个苹果和这个苹果 那么和and就是一个连词 用这一an菜式来看起来 我现在不回应 非常的合新